距离天津市区25公里的第六部村 是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考察的第一站 村子里道路干净整洁 节日气氛热烈 到处挂满了火红的灯笼 乡亲们也早早地在自家贴上了喜庆的对联窗花 再往里走 成片的蔬菜大棚映入眼帘 乡亲们正在忙着采收水 乡亲们的蔬菜趁着年前卖个好价钱 眼前的这一切让人很难想象 几个月前这里曾遭遇了一场罕见的灾害 去年七月底八月初的华北地区的洪澳灾害 天津也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第六部村绝大部分农田和大棚就位于续制洪区中 一场洪水让眼瞅着就要收获的上万亩土地 两千多栋大棚全部被淹没 马上就要过年了 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受灾群众 灾后重建进展怎么样 生产生活有没有着落 乡亲们能不能过个好年 在温室大棚旁 总书记现场听取当地受灾情况介绍 走进大棚内 蔬菜涨势 大棚修复 蔬菜补种销售等情况 他问得很具体 看得很详细 了解到当地积极组织生产自救 抓紧时机水退人进 能重尽重 总书记感到很高兴 他肯定乡亲们不等不靠主动精神 感谢他们为丰富都市菜篮子 做出的贡献 村民杜鸿刚一家四市同堂 总书记走进杜鸿刚家中探望 老杜家早早备好了传统的大花膜和大枣塔 希望来年的日子能够蒸蒸日上 节节高升 客厅里从受灾情况到恢复现状 从工作收入到小孩上学 老人医保养老 总书记向老杜一家一一细致了解 老百姓的家事 也是总书记关心的国事 马上过年了 总书记关心着老杜一家 这个年怎么能过得更好 总书记的手和老人的手 一直紧紧握在一起 看到灾后能有这样一个气氛和景象啊 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灾后恢复 可以说咱们全国 特别是金英地区这场水灾以后 都恢复得很好 老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新的一年啊 龙年充满活力 相信大家 对新的一年都会有信心 祝你们啊 身体健康 和家幸福 生活更美好 天气很冷 总书记的话 让乡亲们感到了温暖 信心 希望 村子里采摘蔬菜 张罗年货 村民们还在紧张忙碌 树枝上的小灯幕 在寒冬中酝酿着来年春天的西季 愿新年胜旧年 经历了风雨洗礼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力满满 热气腾腾的中国 明年被称为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融入了都市 是故乡人心中的乡愁 也是外乡人眼中的风景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 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这也是总书记一直思考的秘签 在天津古文化街 总书记对大家说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天津是一座很有特色和韵味的城市 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 使其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溢彩 物的保护 意义的传承 人的培养 让城市文脉延续 使历史和当代相得一张 这是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方法 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把传承 传播传统文化的责任铭记心间 我在此啊 祝愿我们全国各族人民 包括我们的香港同胞 澳门同胞 台湾同胞 和海外侨胞 在龙年呢 吉祥如意 合家幸福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繁荣昌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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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是一代代共产党人 很宏美 也很朴素的目标 75年前的1月31号 随着三大战役中最后一个战役 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 悠久的文化古都北平和工商业大城市天津回到人民手中 从此书写新的历史篇 这次考察期间 总书记专程来到平津战役纪念馆 他强调 对中国革命战争时要学而实习之 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 发扬革命传统 增强斗争精神 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2013年5月 党的十八大后首次考察天津 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 强调要唱好京津双城记 天津正在京津纪协同发展进程中 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这次考察期间 总书记听取天津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 他希望天津以推进京津纪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 年终遂尾 不倦的足迹 一直的惦念 包含着对人民的真情 心故相推 蒸腾的烟火 火红的气象 勾勒出我们最美好的愿景 勾勒出充满信心的通图